这就是陈可兴,一个大导演,总是擅长从小市民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世界 他从小的梦想就是当导演拍电影,跟电影的缘分从三岁那年就开始 因为陈可兴的父亲也曾经是一个有电影梦的年轻人 他总是抱着幼小的陈可兴进戏院,但最终自己的导演没当成,倒是成就了一个导演儿子 不过他的梦想始终深深影响着陈可兴 陈可兴知道他没有本钱放弃任何一个机会 电影之路走得战战兢兢 陈可兴说这一切都是源自他幼年漂泊的危机感 而这一份对成功的渴望和坚持,让他柳暗花明 最终在娱乐圈闪闪发光 娱乐圈大哥大曾志伟,从影多年,凭着电影双城故事 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夺得香港金像奖最佳男主角 偶像型男黎明脱胎换骨全是恐怖片三金 首度问鼎金马奖影帝 演艺事业如日中天的周迅始终于讲无缘 直到遇见陈可兴,如果爱终于如愿丰厚 这就是功力,陈可兴总能发觉 演员身上一种很特别的东西 让他们登峰造极 一个电影就是一个迷宫 我们一团人要从第一点走到最后一点 其实一定有人从头到尾都知道怎么走 陈可兴就是那个躲在面前面的人 在我们还不认识张曼玉的时候 陈可兴就捧红了她 甜蜜蜜将陈可兴自己颠沛流离 想要落叶归根的心情描写得淋漓尽致 这部影片是无前例的囊括1997年 香港金像奖九项大奖 至今让人望尘莫及 那一年陈可兴35岁 前身的敏锐 陈可兴离开好白屋 进军大陆 说她盛长的爱情故事 添加歌舞元素 如果爱一鸣惊人 你一想陈可兴 我也想陈可兴 打开来随便讲也是陈可兴 但是我觉得这样子 还是不够偏 最偏偏是把她撕破 陈可兴 出门了 追加导演 陈可兴 陈可兴 高低起伏 电影武侠 口碑票房 双双失利 陈可兴这样形容 输也自己 赢也自己 自己的路 无法回头 不会不会说我觉得 导演讲的一些话 我是蛮 我是蛮感动的 他会觉得说 不过 想说我们一定会很骄傲 他说他自己称为导演 他有这样的作品 真的 又怎样了 不要回答 因为你是爱 其实我想不管再辛苦 只要做一件 我们是自己喜欢的事情 我们就会觉得很值得 那么像电影这个行业呢 是你自己选择的路 我们看你的作品 那么从以前到现在 好像有这么一个感觉 你的世界观变得 比较没有那么黑暗了 是这样吗 我的电影 其实从很早的电影 尽管它有一些温暖的结局 但是它都会有 悲观的元素在里面 都会把人性看得比较透 就不会讲一些很虚的 很美的谎言 那么但是呢 我确实呢 很多时候在结局里面 我也很喜欢 也很倾向于 给观众一点希望 那前两三年 就可能到四十几岁 开始觉得应该纠结一点 就觉得你在大片里面 要找到一些 更个人的声音 更个人的那种表达 所以有些时候 就反而往更深里去挖 人性更深里去挖 其实我怎么说呢 我是一个乐观的悲观主义者 在乐观和悲观的纠结中 找一个平衡 那么作为一个 世俗看来非常成功的导演 你觉得成功这两个字 是需要妥协来辅助吗 在迈向这个成功之路的时候 某种程度的妥协 在你看来是必要的吗 很多时候 我们不能只看东西的表面 我们得看它的里面 就是说 等于 《甜蜜蜜》之后 我拍《如果爱》 当时很多人觉得 《如果爱》就是一个商业大片 你就已经出卖了 你自己的甜蜜蜜 你就把那个甜蜜蜜 拍得更浮夸 用明星 用歌舞等等 但是其实 《如果爱》的故事 是比甜蜜蜜 更来得不主流的 其实 妥协才是一种艺术 你怎么能坚持而妥协 妥协了之后还能坚持 我觉得那个才是做电影 包括做人的最高的一个境界 《非诚勿扰》